米糕店座位區 女顧客點了香噴噴米糕 只見她拿起筷子卻沒有馬上開吃 竟然是把裡頭的香菜一片片挑出來 不情願的往桌上丟 邊挑邊罵 黏在筷子上的還甩了甩 沒多久桌面被灑滿香菜 一邊夾一邊夾一邊挑起來這樣子 挑起來之後就說 你們彈彈的米糕為什麼都有香菜啊 整個香菜挑的整個桌子都是這樣子 香菜讓顧客暴怒 店家把照片PO上網 引起網友議論 其實有些老闆很好 他會直接問 你還要香菜 我就說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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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台南小吃很多老闆都還不錯啊 因為香菜有一股辛味 我被大人的不感知 肉騰騰米糕撒上花生 一把香菜下去淋上肉燥 在台南的勞字號米糕店 香菜是基本配料 很多客人不喜歡 店家都願意幫忙客製化 但這次遇到把香菜丟了滿桌 店家業相當無奈 但是我不吃香菜 你們裡面有香菜 我們說好沒關係 那不然我們就是再換一碗新的給你 要加香菜才好吃吧 但我個人認為 其實它不叫香菜應該叫臭菜 所以只要一放下去 整個食材的原味都會跑掉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只能說香菜的味道實在太獨特 沒有香菜 東西怎麼會好吃 明星王林俊銘 台南報導 全場 都看見